女人死后化作幽灵 在此等候了上万年 只为能遇见千燕大人 帮她实现愿望 她本是宁国皇后 十四岁披甲上阵 为夫君打下了江山 不料却惨遭渣男的背叛和抛弃 甚至还被强迫喝下了毒酒 就连她的一双儿女也葬身火海 只见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求千燕大人救救她的孩子 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 眼神依旧冰冷 求本座出手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她一脸坚定地表示 愿意献出自己全部的灵魂之力 来换取儿女的仪式平安 女魔头一脸的疑惑 她的愿望竟然不是杀了那对狗男女 夺回属于她的地位 而是倾尽所有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她被眼前的女子深深打动 随即表示答应她的愿望 只见她开始召唤出法阵 随着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时间隧道即将开启 紧接着 她便纵身跳入了隧道中 再次醒来 她便重生了 此时 她刚生下小女儿不久 打完胜仗后 正在回城的路上 她撩起围漫看向皇城 只见她一脸的凶狠 这渣男的狗命和这天下的地位 老娘便替她要了 只见贺青山站在高高的城门上 心里却在暗自的盘算 只要这蠢女人助自己登上皇位 便想办法置她于死地 此时 她正搂着绿茶 表示要给她名分 诗儿一脸的茶里茶气 自己不求名分 只求待在大王的身边 可惜 她只是个弱女子 做不成夫人那般厉害的事 渣男却着急地安慰她 那女人整日在战场杀敌 跟个男人一般 哪有她美丽娇嫩 等她登上地位 是不会亏待诗儿的 绿茶眼看男人上钩 满脸得意 这时百姓都在欢呼呐喊 林将军带着战利品回来了 贺青山一脸惊慌地推开绿茶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过是演绎出夫妻情深 随即一脸不屑地勾起嘴角 反正那傻女人对她摆一摆顺 随便哄哄就能把江山 送到她的手上 殊不知 自己即将陷入巨大的危机中 只见她一脸的虚伪 说着奉承的话 燕耳不由地握紧缰绳 真想现在就踹了这渣男 可百姓没这么快 接受一个女人做皇帝 或许留着她大有用处 随即跳下马 静止朝前方走去 贺青山却待在原地 这女人这次回来 怎么变得冷冰冰的 此时 千燕经过囚车旁 只听一道声音让她留步 原来 是男子看出她的身体亏损严重 若是能收留她 她保证能将将军的身体调理好 千燕看出这少年不简单 这般主动地凑过来 必有算计 随即转身就要离去 荀子怀一把抓住她的披风 一副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模样 像一只小奶狗祈求主人收留 没想到一向冷血无情的千燕大人 这次却破例收留了一位小可怜 而这小可怜也不简单 她早就看出千燕就是地心献事 庆功宴上 渣男虚伪地赞叹夫人骁勇 千燕却看不惯她的假意奉承 询问系统 查出荀子怀的底细了没有 她面露为难 原主活着的时候 没出现过荀子怀这号人物 此时 绿茶却端来了一碗汤 说是给夫人补补身体 她事先在汤里加了料 想让夫人当众出丑 没想到 却被千燕发现汤里动过手脚 只见绿茶热切地走到她身边 千燕随即把碗推给了绿茶 自己身体太虚 不宜贸然大补 随即表示 事而照顾大王有功 这汤就先赏赐她一碗 此时 绿茶的表情比吃了三斤翔还难看 女子被人下了诅咒 每一世只能活到九十九岁 死后 就重生为刚出生的小娃娃 就连她的身体也被不停地定格 从第一世的九十九岁 到第九世的四十三岁 再到现在永远停留在十四岁 每一次重生都会对她进行一次封印 她感觉自己的力量在逐渐削弱 唯一破局的方法 就是帮助怨灵完成心愿 吸收他们的灵魂之力 只见 她化身为大宁国的女将军 不仅帮助怨灵守护她的儿女 还要首次渣男海后 夺回属于她的地位 没想到 更有深情的国师誓死追随 愿意辅佐她早日登上地位 此时 千燕来到了小女儿的身边 她示意系统让云士也来瞧瞧她的孩子 只见 时空隧道上空映出了婴儿的模样 云士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哭得泣不成声 她疼爱地抚摸着玄儿的脸庞 这一世 她已求得了千燕大人的庇护 不会再让玄儿葬身火海 千燕大人想起了当年自己的母亲为了争宠 竟然亲手放火烧了她 让她毁了半张脸 还在嘲笑中长大 瞬间 她被眼前的女子深深地打动 不会再让玄儿走她的老路 这时 云士的大儿子跑了过来 看见娘亲回来 她一脸地开心 千燕关切地询问她 脸上怎么弄得脏兮兮的 这个时辰没在读书吗 文谦高兴地扑到她的怀里 学官说自己的年纪还小 特许她出去玩的 云士委屈的泪如断线的珠子 那渣男看千儿是云士的后代 故意让学官纵容她玩乐 只为将她养废 千燕的眼神充满坚定 她自会安置好文谦 随即牵起了她小小的手掌 想让荀子怀收她为徒 荀子怀摸了摸千儿的根骨 一脸地惊讶 真是奇怪 这孩子一抱姐姐 她的命格就变了 刚进门还是早雕之相 现在居然有帝王的风貌 紧接着又试探性地询问姐姐 是想让千儿当皇帝 女子被人下了诅咒 唯一破局的方法 就是帮助怨灵完成心愿 吸收他们的灵魂之力 只见她化身为大宁国的女将军 文谦一脸疑惑地睁大双眼 娘亲和漂亮哥哥在说什么呀 圆球欣喜地跳来跳去 小团子 你抱到大腿了 这是要把你培养成下任的帝王呀 绿茶一脸的凶狠 自从云谦燕回来 自己就不受宠 得想办法让贺青山将她赶走 她可怜兮兮地开始吹枕边风 拐弯抹角地说道 大王惧怕夫人 这招果然成功地把贺青山激怒了 只见渣男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 这云谦燕真是祸害 看来 要即刻派她去出兵攻打昌王 早日统一天下 带自己登上皇位 然后再除掉她 只是 这渣男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云谦燕和荀子怀的一番运作下 她成功地落入了昌王的手中 昌王面露凶狠 云谦燕把她害得如丧家之犬一样狼狈 正好就拿她的夫君开刀 徐子怀拿起信件 昌王请姐姐五日后谈判 还说给贺青山用了什么刑 他要是知道姐姐没当回事 还坐在这里喝茶 保证要气死 千燕一脸的阴冷 昌王恨偷了本将军 他自会去找贺青山出气 这五日 就是让他吃点苦头 慢慢折磨才有意思 只见他拿起高送来的信件 这老贼竟然改为明日谈判 他双眼燃烧着怒火 老娘要让那渣男彻底地失去民心 只见昌王手持小刀 威胁千燕交出他手上所有的城池 可以饶他夫君不死 千燕举起长剑 丝毫不示弱 现在归顺 说不定大黄还有风少 贺青山瞬间充满了底气 逆贼还不快乖乖放了本王 说不定本王还能饶你一命 没想到却被昌王甩出了巴掌远 他一个靠迷惑女人坐拥江山的小白脸 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说话 他一个靠迷惑女人坐拥江山的小白脸 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说话 他愤怒地举起小刀 紧接着就在渣男的脸上画了个记号 他挟持着贺青山大喊着 云将军今日若不交出江山 老子就一刀劈了他 让将军落个恶毒是夫的罪名 此时军中人心惶惶 如果真把城池给了昌王 那咱们的兄弟就都白死了 可大王也不能不救 千燕秒辨无辜 天下是他为贺家打的 这件事还是请大王坐住 轻松地把锅甩给了渣男 贺青山惊恐地脱口而出 那还用问吗 他当然是想活命 千燕严肃地瞪着他 想好了再回答 渣男这才发觉 刚才自己失态了 城下这么多人说自己想活命 只会被人耻笑 他想着千燕一定会救自己 随即开始装出一副 大义里然的样子 为了救他 就要让死去的将士 白白牺牲 那他就是个罪人 他就是死也绝不会 把江山让给这个老贼 千燕一脸的得意 这渣男果然中计了 他手举弓箭 激起了将士们的斗志 紧接着 从后背拿出箭矢 大王清剑了吧 在场的将士都会记得大王的声名大义 他们会为你报仇的 他手举弓箭对准了渣男 现在 本将军就亲自送大王上路 贺青山震惊地瞪大双眼 他不相信云千燕竟然真的要杀他 女子拉起弓箭对准自己的丈夫 对面的渣男早已吓破了狗胆 刚才还表现出一副大义里然的样子 没想到 现在却吓得尿了裤子 这也让他彻底失去了耐心 此时他拼命地哭喊着求饶 千燕却一脸坚定地拉起弓弦 只见这对狗男女双双重剑 此时贺青山猛地睁开双眼 看着双手 庆幸自己没有死 他指着千燕怒斥 他为什么要放剑 千燕却一脸地平静 那日他是故意将剑射偏 只为了保护大王的性命 旁边的小太监也随声附和 云将近不仅救下了大王 还击杀了昌王 统一了天下 渣男惊喜地站起身 那本王岂不是马上要称帝 快去通知亲天剑挑个登机吉日 太监跪在地上颤抖着身体 大王被掳的事都传开了 众人还是不信服大王称帝 渣男一脸的气急败坏 本王是一国之君 民心不向着本王还能向着谁 没想到 小太监却说自然是云将军 千燕一脸的平静 他对江山不感兴趣 为了避免渣男起义心 坏了自己称帝的计划 随即安抚道 过几日清宫宴上 他自会拥护大王称帝 贺青山正沉浸在当皇帝的喜悦中 殊不知千燕早已布置好陷阱 庆功宴上 他提议让大王登机为帝 老家伙们得了贺青山的好处 自是拥护 就当渣男认定皇位非他莫属时 只见李将军一脸的质疑 像大王这种被敌军吓唬两下 就要交出城池的废柴 又怎配当皇帝 云将军虽然是女子 但智勇双全 又一手打下了浙江山 他更适合当新帝 众人也纷纷喊着 请云将军称帝 千燕故作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他深知 现在还不是称帝的时候 随即告诫众人 帝王要受天命所封 不是谁都能当 不许再提本将军为帝一事 千燕故作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他深知 现在还不是称帝的时候 随即告诫众人 帝王要受天命所封 不是谁都能当 不许再提本将军为帝一事 一旁的渣男不知哪里来得自信 自认为他才是唯一有资格当皇帝的人 真是帅不过三秒 只见他身后出现了一条火龙 荀子怀故作惊讶地大喊着 火龙竟然真的现世了 据说天下平定后 火龙就会现身 为世人指出明军 贺青山指着火龙更加的嚣张 有了火龙的支持 这地位注定是本王的 千燕一脸的不屑 老娘倒要看看他能得益多久 没想到 火龙瞬间变换成了一个云字 荀子怀连忙恭敬地跪下 看来 云将军才是火龙指引的明军 请将军顺应天命 即刻称帝 众人也纷纷跪下 拥戴千燕称帝 荀子怀暗自感叹 不过是使用了一些幻术 没想到真的帮到了姐姐 渣男还在幻想千燕能把地位让给他 他却故作为难的叹口气 真是天命难为啊 随即 霸气的抬手让众人起来 老娘要的就是名正言顺的称帝登基 当日 侍女们正在为女帝更衣 渣男看着千燕身披龙袍傻了眼 劝说他打消称帝的念头 千燕转过身质问渣男 火龙现世 只为明军 大王难道是想违背天意不成 渣男苦苦哀求千燕把皇位让给他 他深知贺青山这等小人 不知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来 随即 假意的安慰着 如今众望所归 民心所向 他不得不登基 但这只是权衣之计 等天下稳定 他自会将地位归还给他 渣男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称帝 登基大典 千燕承诺会全力造福百姓 封荀子怀为国师 大皇子厚文千立为太子 云氏看着千燕大人不仅帮他夺回了地位 还封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他的千儿不用再受苦了 他终于可以安心地上路了 这个女人开创了这个世界女人称帝的先例 她坐在属于自己的龙椅上 俯视着众人 看着龙椅上无限嚣张的千燕 此时正归在下面的贺青山恨得咬牙切齿 他还盘算着等他把脸治好 就夺回地位 他发誓 到时候一定要把云家踏平 让云千燕永世不得翻身 几天之后 贺青山带着林诗尔匆匆离开了皇宫 因为他听说宫外有一位神医 可以治疗各种疤痕 他现在可没空纠结当皇帝的事 听到侍女汇报这件事情之后 千燕微微一笑 他看向了一旁的徐子怀 这都是你小子散布的谣言吧 徐子怀有些尴尬 果然还是被陛下看穿了 但他马上就想好了狡辩的借口 我朝现在刚刚成立 目前局势还不稳定 引走了贺青山 正好可以压制那些支持他的人 以陛下的能力 很快就能做出很多功绩 等他贺青山再回来时 陛下您的江山早已孤若金汤 到时他就再也动摇不了陛下的皇位了 说完这些 徐子怀一脸乖巧地看着千燕 陛下 我这样做你不会怪我吧 此时的千燕脸上闪过一丝失望 那就是说神药的事也是假的了 他本以为真的有神药可以治好自己的脸 善于察言观色的徐子怀一愣 然后他好像瞬间明白了什么 男人说自己现在可是全村最靓的仔 为了千燕 可是翻遍了徐氏的医书 只见徐子怀拿出了一瓶小药膏 他早就注意到了千燕手上的伤疤 这是他特地为千燕准备的登基课里 千燕看着如此细心的徐子怀 竟然愣了神 男人看到千燕满是伤痕的手 瞬间心疼起来 往后 子怀不会再让陛下受伤了 千燕听到他这样说 顿时一脸的黑线 你这个小子又在说什么奇怪的话 徐子怀连忙解释 我的意思就是 能治好陛下的所有伤疤 陛下要是觉得这个很有用 我就将这个秘方写下来送给陛下 千燕很满意 能遇到这样一个尽心尽力的人真是幸运 他问徐子怀想要什么赏赐 男人突然停下手中正在写字的笔 他抬头一脸认真的看着千燕 能遇到陛下并辅佐陛下 是子怀这辈子最大的姓氏 这次千燕真的被惊呆了 徐子怀身上的这股感觉他太熟悉了 千燕在大容国的世界里 也认识这样一个人 同样也是这样的周全得力 千燕认真打量着徐子怀 他和那个人真的太像了 同样的自荐为臣 同样的为自己尽心尽力 却不要一点的赏赐 还有那句相同的话 遇到陛下并辅佐陛下 已经是臣最大的姓氏 突然千燕摇了摇头 一定是这世上的高人太多 而他们都不屑于争民逐利 想到这里的千燕打消了自己的联想 还是赶紧处理政务要紧 在徐子怀尽心尽力的辅助之下 千燕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让大燕国的百姓过上了复数的日子 而百姓也知道了自己的国家 有一位能力出色的大国师 千燕在大臣们心中的地位 也越来越稳固 一旦有大臣提起让贺青山继位的事 就会遭到其他大臣的集体围攻 导致很多贺青山原本的心腹纷纷倒戈 当然 这里面也少不了徐子怀的运作 千燕突然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徐子怀 徐子怀被看得心里发毛 百官最近都在问国师是否有婚配 要不是百官提醒 我还真是疏忽了 子怀 你确实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子怀 你确实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听到千燕这样说 徐子怀瞬间慌了 陛下这样说是厌烦子怀了吗 是不想让我跟在您身边了吗 千燕目不转睛地看着徐子怀 你是不愿意成家吗 徐子怀突然死死地抓住了千燕的裙边 我不想成家 这一世能陪在陛下的身边 看着国家兴盛不衰 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他一脸深情地看着千燕 陛下能答应我这个请求吗 男人正在对女人深情地表白 不巧的是女人的丈夫回来了 但女人却没有丝毫地慌张 他还让男人和自己一起去见自己的丈夫 千燕带着徐子怀来到了秦政殿 贺青山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只见贺青山满脸见笑地靠着上来 燕儿 你还好吗 一转眼我们夫妻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 千燕看着贺青山故作关心地问道 你这一走就是两年 想必是寻到的神医才回来的 站到千燕身后的徐子怀却是一脸的嘲笑 可我看宁山王脸上的伤疤 怎么没有丝毫变化 贺青山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起此事 贺青山恶狠狠地看着徐子怀 我说国师 好歹我也是燕儿的男人 我们夫妻多年不见 想要说点知心话 你一个外人还是先退下吧 徐子怀并没有动 而是看向了千燕 想看看他是什么意见 千燕则是一脸的严肃 这秦政殿里的规矩是指谈国事 你要说什么就直说吧 说着 千燕拉过了椅子坐了上去 此时的贺青山仍然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 而是对皇位还抱有极大的幻想 我回宫的途中听说了一件事 近日有不少人盼着我早日回来治理国事 为此还在朝堂上起了纷争是吧 一旁的徐子怀听到这里差点笑出声来 宁山王说的是有人提议让您继位的是吧 可是还没等陛下做决断 那位仁兄就被百官驳斥给轰出去了 千燕也表现出了一头雾水的样子 此时的贺青山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回宫前费尽了心机 煽动自己以前的心腹 可居然连一点的水花都没有激起 才短短的两年 他云千燕的皇位就如此稳固了吗 突然 贺青山将目光转移到了徐子怀的身上 云千燕过去根本不通国事 那一定是这个姓徐的家伙干的好事 想到这里 他的眼中突然泛起了一丝杀意 这可吃了雄心抱胆的宫女 竟敢骂当今的女皇不守妇导 而这一切都是女皇从前的丈夫指使的 只见贺青山对着林诗二使了个眼色 同时又对徐子怀说 国师若无其他事就先退下吧 林诗二见状 连忙复合道 奴婢这就送国师出去 不打扰陛下和大王说话 他一脸坏笑地走到了徐子怀的面前 国师大人 还是外面请吧 您也不想让女皇陛下 因为你落下了一个冷落夫君不守妇道的名声吧 贺青山站在一旁暗暗得意 心想 把我逼急了 我就去外边宣扬你俩这不清不楚的破事 让你们民生扫地 而千燕看着两人浮夸的表演 一脸的鄙视 这个贺青山手段还是一如既往的下作 头脑也和以前一样的蠢 千燕手指敲了敲桌子 房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只见千燕此时的脸上带着一丝怒意 一个小小的侍女竟然敢说我冷落夫君不守妇道 贺青山 你就是这样管教下人的 贺青山当时就懵了 他突然感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 紧接着 他就看见愤怒的千燕拍案而起 朕与国师乃是君臣关系 你一个小侍女也敢枉意 真是胆大包天 目无枉法 这时灵诗儿才意识到自己惹了大祸 他连忙说自己是胡说八道的 贺青山见大事不好 也连忙为灵诗儿开脱 都怪我管教不忠 诗儿也是无心之言 你就别为难他了 我们夫妻不是还有很多话要说吗 千燕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灵山王知道自己管教不忠 那朕就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 千燕看向一旁的荀子怀 国师 他灵诗儿以下犯上 目无尊卑 依照我大焉的法律 该如何定罪 荀子怀顿时心领神会 回陛下 依照律法应罚五十大板 灵诗儿马上跪地求饶 真要是打完这五十大板 自己的小命就难保了 千燕抬手指向了贺青山 就由你来亲自行刑 贺青山此时整个人都在颤抖 女人因为说错话被罚了五十大板 击板子下去 女人的屁股早已经皮开肉绽 亲自行刑的贺青山被吓得微微颤抖 他求千燕就饶了灵诗儿吧 再打下去 他可能就小命不保了 而千燕却冷冷地说了句 打 灵诗儿拼命地喊着 大王救命啊 但贺青山根本没有办法救他 只能拿着大板子继续地打下去 灵诗儿感觉自己的魂都快被打出来了 再也坚持不住的他终于晕了过去 在千燕的授意下 荀子怀走到了两人面前 灵诗儿侍奉宁山王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把他交给我来医治 我定会保他一命 贺青山恶狠狠地看着两人 心想 灵诗儿不能白白地挨打 他要趁着荀子怀不在 弄清楚千燕对传位这件事的真实想法 他给千燕倒了一杯热茶 然后带着一脸见笑来到了千燕的面前 他试探地问千燕 如今我已经回来 不如让我替你分担朝政 千燕推开贺青山的手 朕从未觉得处理政务会辛苦 你若是觉得做皇帝是件劳累的事 那说明你并不是当君王的料子 听到千燕这样说 贺青山彻底地爆发了 他把手中的茶杯扔在了桌子上 你我早有约定 在天下安宁就换我称帝 难道你要出尔反尔吗 千燕继续忽悠他 不是我不想让位给你 前几日有人提出此事 但被百官驳回了 我现在也是没有办法 你别着急 等我往后你受到群臣爱戴了 我就会将皇位亲手奉还 贺青山就算是在傻 也能明白千燕是在搪塞自己 他明白着就是不想让位 突然 他脑海里闪过了一个想法 云千燕自幼爱慕于我 一定是与我许久未见 才和我如此生分 只要我好好哄一哄他 说不定他就会像以前一样 对我百依百顺 贺青山发现 眼前的千燕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粗糙 似乎还变得很是娇艳 说是倾城倾国也不为过 想到这里的贺青山还吞了一口口水 这举动让系统小人都为之一阵 真是恶心至极 说着 他走到了千燕的身后 燕儿 今日你我不谈传位之事 不要为此伤了你我夫妻的感情 但你批完奏折 我与你一同会寝宫如何 这个女人有多恨 她的丈夫想要牵她的手 下一秒 丈夫的手就被她给掰断了 男人捂着自己的断手大喊着 云士 你是疯了吗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千燕此时脸上透露着的是无上的威严 朕和你不止一次说过 这勤政殿里只可谈论国事 而你却在这里对我意图不轨 损坏我大焉国风 贺青山装作一脸的无辜 我与自己的发妻亲近有什么错 千燕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公规 她俯视着眼前的贺青山 想与朕亲近 你贺青山可有名分 你好好看看这公规 想要与朕亲近 要么你就想办法成为寿风皇妃 然后等朕翻你的牌子 要么你就等朕有了兴致时 自然会召见宠幸你 否则 你根本没有资格 懂吗 说完这些 千燕将公规扔在了贺青山的面前 贺青山被气得咬牙切齿 等你翻我的牌子宠幸我 竟然把我当成了女人来侮辱 云千燕 你不要太过分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千燕面色平静地看着她发怒 看来你是不服管教 非逼着我罚你 只见千燕喊来了守在门口的贴身侍卫 令山王她不太堵这宫里的规矩 将她给我关起来 另外给我挑选几个嬷嬷送过去 好好教教她做皇妇的规矩 贺青山想要反抗 可手无腹肌之力的她根本无力反抗 她就这样被关在了自己的寝宫内 很快千燕给她安排的嬷嬷就来了 令山王 给女皇参拜的礼仪你学会了没有 快行个柜礼给大家瞧瞧 贺青山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屈辱 你们几个狗障人士的老东西 竟然让本王给你们下跪 几个嬷嬷也怒了 什么狗障人士 我等奉陛下旨一办事 你这么说可是冒犯天威 真是不知好歹 无貌无德 还敢如此的骄纵 此时的荀子怀正站在外面听着这一切 贺青山 你就闹吧 最好闹得人尽皆知 他命令太监将这些消息偷偷散布出去 文武百官听说之后 一脸的嘲笑 纷纷表示宁山王德行不端 不配当女皇的皇夫 盘算着要给女皇陛下开个选秀大会 还说要延续历朝历代后宫三千的制度 群臣要给当今的女皇选皇夫 为了争夺操办选秀的这份美差 还差点大打出手 只见一个老臣喊得面红耳赤 臣家中有义子 生得俊美 品行也端正 不知能否入陛下的眼 另一个老臣也不甘落后 老臣的侄子善于骑射兵法 他已经景仰陛下很久了 希望与陛下一见 寻子怀看着这些人 气就不打一处来 千雁对大臣们的行为也逐渐有些不耐烦 正准备训斥他们一顿 但还没等千雁开口 寻子怀却是先忍不住了 诸位大臣在这里大吵大闹 不嫌丢人吗 正在争吵中的大臣反驳道 我们这都是为了陛下 又何措之勇 此时的寻子怀一脸的不悦 诸位大臣身为大烟冻凉 不想着为百姓造福 反倒是想着怎么往陛下的后宫塞人 大臣们瞬间被说得面红耳赤 这时千雁摆了摆手 朕暂时还没有想要皇夫的想法 今日之事 日后不许再提 你们都退下吧 大臣们见女皇的态度如此坚决 也就不敢再说下去 只好纷纷地告退 退朝之后 千雁发现了身旁的寻子怀 神情异常的低落 他关心地问道 国师 你退朝之后就心神不宁 是因为那群大臣的事心烦吗 寻子怀连忙掩饰着内心的想法 嘴上说着不是 千雁则是继续地刨根问底 你若不是因为那群大臣烦心 那就是为了阵楼 被猜中心事的寻子怀只能承认 子怀确实是为了陛下的事 我想问陛下 你往后还会选皇夫吗 臣只是随口问一句 陛下若是不想回答就不必理会 而千雁则是直接表示不会选皇夫 他说那些大臣是想要往自己身边安插眼线 自己是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 陛子怀露出了一个失望的神情 可陛下就不想有个知心人陪在身边吗 说说心里话也好 不解风情的千雁继续往前走 朕有什么话和国师说也是一样的 陛子怀一脸的忧伤 陛下根本无心男女之情 要到何时才能懂我的心意呢 但转念一想 自己已经是千雁最信任的人 想到这里他又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 自己总有一天一定可以打动他 这个丧心病狂的男人 他竟然想谋害自己的儿子 就在刚刚 他的贴身侍女偷听到了一个消息 国师徐子怀最近要带着赫文谦出宫游玩 赫青山听到了这个消息 瞬间的激动了起来 他面色变得无比的阴沉 只要趁这个机会杀掉徐子怀 曼云谦也就没有了狗头军师 我在用他的亲生骨肉赫文谦要挟他 到时他云谦宴还敢不交出皇位 林诗二在一旁有些担忧 他们二人出宫必定会加派人手保护 你咱们现在的势力还能应对得了吗 只见赫青山冷哼一声 一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文弱书生 我还不放在眼里 说着 他掏出了一个玉佩交给了林诗二 你将此玉佩送到礼尚书府上 让他拿着信武去找本王的救部 吩咐他们斩杀徐子怀 活捉贺文谦 此事一旦成功 便让他们和我一起立即逼宫 此时城外的徐子怀 带着贺文谦已经准备出发 谦艳也在做最后的嘱咐 而在角落里 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正盯着他们 一个男人轻声说道 快去告诉弟兄们 在路上埋伏好 他们马上就出城了 画面一转 在贺青山的寝宫内几封密信正摆在桌子上 贺青山看着书信的内容拍案而起 这群废物饭桶 连一个徐子怀都弄不过 何况他还带着一个孩子 林诗二神色不安地看着贺青山 如今他们就要回宫 等到陛下知道此事 我们就完了 此刻 贺青山拿着密信的手都在不断地颤抖 他已经吩咐手下在城外做好最后一击的准备 他咬牙切齿地说着 绝不能让荀子怀活着回宫 这时 门外传来了太监焦急的喊声 宁山王不好了 国师和太子在城外遭遇不测 贺青山惊喜交加 终于得手了 走 去看看没了荀子怀 云千燕在朝堂上是如何出丑的 这个狗男人为了争夺皇位 竟派杀手谋害自己的儿子 此时 得知自己手下得手的贺青山一脸的坏笑 他对着皇位上的千燕尽情地嘲讽 我说燕尔 此时太子已经被挟持 你不下令寻人 找来群臣商议作甚 千燕则是冷眼地看着贺青山 太子在皇城外遭遇贼人 这绝非小事 我需要与众爱亲一同商议此事 听千燕这样说 贺青山笑得更加肆无忌惮 难道国师不在这里 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决断吗 突然贺青山的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谁说陛下召你们来是要寻人的 贺青山的内心顿时响起了一声炸雷 看着徐子怀 他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徐子怀看着贺青山的样子 顿时笑了出来 我和太子确实遇到了穷凶极恶的贼人 但是我们有惊无险地回来了 而且我们还拿到了一个东西 这正是幕后主使的罪证 不知李尚书看这个东西是否眼熟 李尚书顿时就懵了 他连忙称自己不知徐子怀是什么意思 见他还死不悔改 徐子怀大怒 李尚书 你可知道这是株连九族的死罪 李尚书此时已经满头的冷汗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突然跪倒在地 连连求饶 这一切都是宁山王逼我做的 这些都是宁山王的阴谋 他想除掉国师 然后再以太子的性命逼迫陛下让位 被出卖的贺青山顿时就慌了 你血口喷人 千二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千雁看着两人就这样狗咬狗 这可真是一出好戏 此时的李尚书愤怒地指着贺青山 少惺惺做太老 从前你就因为忌惮云氏的血脉 故意将太子养肺 贺青山见他出卖自己也是急了 还起大飞脚就给老头子一顿提 你快给我住嘴 分明是你自己想要谋反 你休要污蔑本王 男人犯了株连九族的大罪 慌乱中 他把贺青山给供了出来 还拿出了贺青山的玉佩作为证据 荀子怀又派人搜出了贺青山的几封密信 这让贺青山的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朝臣们对这个加害自己亲生而自的禽兽嗤之以鼻 众人纷纷请求女皇严惩贺青山 这可把贺青山给气坏了 想当年 你们可是我的朝臣 现在竟然这样对我 千雁轻轻摇了摇头 贺青山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今日我若是轻饶了你 今后还如何警醒天下人 此时的贺青山也反应过来 他浑身颤抖着说道 你故意在朝堂上揭穿我的事 让我这般颜面尽失 他转过身指着千雁怒吼 云千雁 你为了皇位不顾你我夫妻之情 竟然设计陷害我 真是罪毒妇人心 而千雁则是站起来 对着贺青山怒骂 贺青山 够了 你少装作一副 朕辜负你的样子 想当年 我在外征战时 你却躲在城里 左拥右抱 朕不计前嫌 给了你这荣华富贵 但你却贼心不死 想要谋害太子 就你犯下的这些罪 够朕杀你一百次 说着 千雁将贺青山的玉佩 摔了个粉碎 贺青山被吓得连连后退 千雁 你想做什么 千雁大手一挥 那山王犯下大错 罪不可恕 即刻将他打入冷宫 终身不得踏出一步 贺青山也急了 千雁 你敢这样对我 我堂堂七尺男儿 你将我打入冷宫 史官该怎么写 千雁看着他笑了 这还不简单 自然是史上第一位 被废掉的南非 你不是一直想要轻史留民 这不是你一直以来 期盼的吗 千雁不想再听他废话 赶紧把他给我带下去 随后 云千雁牵起了太子的手 从今日起 我的儿女改姓为云 诸位可有什么意义 大臣们纷纷表示 自己不反对 天下本就是陛下打下的 姓云也是理所应当 冷宫里传出男人 振振的弄骂声 只见一盒包子 也被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赫青山指着送菜的老嬷嬷怒吼道 马上去给我弄一些热汤热菜 老嬷嬷则是一脸嫌弃地看着赫青山 你还以为自己是宁山王啊 挑三拣四 饮食每天只送一次 不爱吃你就饿死在这里 林诗儿哭着去捡地上的包子 大王 我们真的就要在这冷宫待一辈子了 赫青山回头看着林诗儿 只要我赫青山还活着 就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就在这时 云千燕走了过来 可惜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云千燕 你想做什么 千燕看着他笑了笑 这冷宫凄苦 宁山王身骄体弱 也该病逝了 赫青山此时害怕极了 云千燕 你是疯了吗 我好歹也是你的原配夫君 你就不怕背上一个杀夫的骂名吗 千燕缓缓向两人靠近 真是笑话 谁会知道这件事 赫青山此时才意识到 千燕并不是在吓唬自己 而是真的要杀了自己 突然 他一把将林诗儿推倒在地 拼命地向外跑 嘴里还喊着杀人 救命啊 只见千燕抬剑倒在了赫青山的脚下 下一秒 赫青山就被绊倒在地 千燕冷冷地看着他 今夜这里无人当柴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想要活命的赫青山连连求饶 我错了 燕尔 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 你就饶我一命吧 突然 他伸手指着林诗儿 燕尔 你要杀就杀那个贱臂 是他一直挑唆你我的关系 林诗儿都被气笑了 他冲过去狠狠地把赫青山推倒在地 我真是受够你了 赫青山 连累我进冷宫也就罢了 如今 你竟然还想拿我点罪 诗儿死死地抓住了千燕的裙子 陛下 您别被他给骗了 偶反的事都是他一人的主意 您就饶了我这个小侍女吧 昔日恩爱缠绵的两人 在生死关头纷纷想要自保 就这样当着千燕的面互相揭发起来 千燕叹了口气 既然你们都不想死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说着千燕掏出了一个小瓶子 这里面有一颗毒药 你们自己决定由谁吃下去 活下来的人 正便不再追究他谋犯之罪 曾经海市山盟的这对男女 如今 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 男人和女人同时看着地上的毒药 他们先是沉默了一秒 然后 同一时间向大萍毒药扑了过去 药瓶被林诗儿率先拿在了手里 但是 赫青山怎么肯放弃这活命的机会 他死死地抓住林诗儿不放手 赫青山一个耳光便将他扇飞 林诗儿终究还是没能保住药瓶 赫青山将他按在地上 然后毫不留情地将毒药扔进了他的嘴里 任林诗儿如何拼命地呼喊 赫青山都无动于衷 很快 吃了毒药的林诗儿就毒发身亡 他满脸不甘地看着赫青山 我怎么会跟了你这样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而赫青山则是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但他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千燕已经在拔剑 赫青山突然发出一阵狂笑 我终于可以活下来了 突然 一把剑从身后刺穿了他的身体 赫青山不可置信地看向千燕 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你这个小人 千燕此时脸上满是笑语 朕说过不追究你谋反之罪 可你毒害林诗儿同样是死罪 你懂吗 随后 千燕毫不留情地拔出了宝剑 赫青山也无力地瘫倒在地 云千燕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千燕看着垂死挣扎的赫青山 缓缓地说道 朕已经为两个孩子改的姓氏 从今往后 跟你也没有一点的关系 千燕蹲在他身旁 继续地杀人诛心 赫青山 你记住 我大燕国永远是我云家的江山 千秋万代都跟你姓赫得毫无关系 赫青山感觉自己急火攻心 忍不住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最后 赫青山郁郁而终 千燕缓缓地站了起来 云氏 你可都看见了 我已经为你手认了这个负心人 让他们尝遍了你上一世受到的疾苦 此时的云氏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 如今他的大仇得报 云氏的这身怨气也终于消散了 众所周知 冷宫是很冷的地方 你看这个男人只是站在冷宫外 都被冻得瑟瑟发抖 从冷宫走出来的千燕正好看到了徐子怀 原来是徐子怀发现了千燕独自前往冷宫之后 感觉不放心 就跟了过来 千燕看到徐子怀被冻得浑身颤抖 连忙说道 照顾好你的身体 燕国还需要你 徐子怀听到这话一愣 随后他脸上有些忧伤 那陛下呢 陛下需要子怀吗 千燕微微地回头看着他 朕自然是需要你的 而且 朕今晚就需要你 徐子怀顿时脸就红了 嘴上念叨着今晚就需要我 千燕也不废话 走吧 跟我回寝宫 很快两人就回到了千燕的寝宫 千燕吩咐自己的贴身侍女都退下 并说没有自己的吩咐 让他们不准进来 宫女们马上退了下去 临走还懂事地关好了门 弄得徐子怀一脸的尴尬 他支支吾吾地问千燕 陛下当真是要子怀立刻陪你吗 子怀虽然早盼着这一日 可是这般形式会不会不合法度 千燕回头一脸不解地看着徐子怀 就解读个医书 有什么不合法度的 接着 他马上进行了自我反省 心想 自己的心智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夺射了 第二天一早 宫女们正在给千燕更衣 他们问千燕需不需要叫醒国师 此时的国师正趴在千燕的床榻上呼呼大睡 千燕说 不要叫醒国师 让他好好休息吧 这时 太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母皇 不好了 昨晚父皇和那个侍女在冷宫里暴毙了 他刚入冷宫 就这样暴毙 我担心天下人会因此恶意揣测母皇 千燕神色一凝 他们两人作恶多端 突然暴毙也只会被认为是遭了天谴 你身为太子 以后不可再为这样的小事横冲直撞 太子连忙说自己知道 突然 他看向了房间的床榻上 母皇 师父怎么会在你的寝宫里 太子大早上来找自己的女皇妈妈 却发现自己的师父竟然躺在妈妈的床榻上 男孩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妈妈 师父他怎么会在你的寝宫里 千燕则是一脸的理所当然 他昨夜在我的寝宫留宿 太子瞪大了自己的眼睛 我都听到了些什么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千燕看着睡眼朦胧的荀子怀叹了口气 你昨夜劳累 今日就不必上朝 朕见你身子太虚弱 已经叫人给你炖了一些补品 荀子怀顿时老脸一红 陛下不要这样说 子怀的精力还是很充沛的 接着 千燕回头看向了太子 千二 往后你可要好好锻炼身体 千万别像国师这样经不起折腾 小太子嘴上说 儿臣知道了 心里已经彻底的凌乱了 昨夜劳累 调养身体 还经不起折腾 太子一脸好奇地来到荀子怀的面前 师父 昨夜您与母皇在这儿 荀子怀哈欠连天地回答道 我与陛下彻夜未眠 再然后就是我与陛下研究了一夜的一书 太子顿时一脸的黑线 心想师父这样的惆怅 定是对母皇有了男女之情 但愿母皇能早日开窍 一转眼已是六年之后 太子爷已经马上就要到十五岁 于是千燕决定要将皇位传给太子 等他真正能独当一念的时候 自己也就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太子看着千燕 犹豫了片刻 然后还是问了出来 师父他钟情与母皇多年 甚至为此不肯成婚 儿臣想问母皇对师父是什么心思 若今后再无证悟缠身 您是否愿意娶了师父 千燕打断了太子的话 朕早已决定此生不再成婚 你下去准备继位的是吧 这件事以后不准再提 太子见千燕心意已决 只好无怠地告退 躲在一旁的荀子怀叹了口气 他以为一直陪在千燕的身边 总有一天可以打动千燕 但没想到 一切都是自己自作多情 突然千燕出现在荀子怀的身后 国师请留步 朕有事要和你谈 千燕则是开门见山 太子与我的对话 国师听了多少 荀子怀的脸上满是忧伤 陛下的话我都听见了 不知道陛下对太子说的话 是否是肺腑之言 不然 荀子怀一脸坚定地看着千燕 我心悦陛下已久 子怀愿意为你入后宫 我可以不要任何的名分 但是千燕却是拒绝了她 因为她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几天之后 太子继位 而就在不久之后 千燕突然病逝 听到这个消息的荀子怀泪流满面 姐姐说 她只是来这个世界走一走 她真的没有骗我 但子怀已经追随了姐姐半生 这一次 我也会跟上你的 刚穿越到下一个世界的千燕就呛了一口水 她意识到自己现在多半是掉到水里 于是她立马屏住了呼吸 千燕问系统自己怎么会在水里 于是 系统马上给千燕说明了情况 千燕所穿越的时间正是原主即将溺亡的时刻 因为她的哥哥选择去救白莲花 所以原主一气之下就放弃了求生 只是为了让她的哥哥后悔 此时 原主的哥哥正在岸边呼喊 燕燕 你在哪里 不要吓哥哥了 千燕决定还是先上岸再说 毕竟 自己实在有点憋不住气了 下一秒 千燕就从水里冒了出来 看到千燕没事的顾金奎又惊又喜 你要吓死哥哥了 都是哥哥不好 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千燕心想 这个男人看起来挺关心原主的 为什么原主会对他如此失望 下一秒 千燕便明白了 只见一旁的白莲花走到两人身旁 轻轻地喊了一句 顾大哥 然后 顾金奎马上就抛下千燕 嗖嗖地跑向了白莲花 白莲花蓝亚针一脸可怜的样子 千燕 对不起 我也不是故意把你撞倒的 我更没想到顾大哥会先来救我 顾金奎看着蓝亚针 顿时就心疼了 雅针 你千万别自责 燕燕他游泳很好的 我晚点救他也不会有事 千燕被这一幕气坏了 看来哥哥是不打算追究我乐水的事了 顾金奎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这样想的 但他又不想让蓝亚针难堪 于是他找了个替罪羊 要怪就怪这个把你们推下去的人 被指责的女人先是一阵惊慌 随后他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我只是看他在顾哥哥面前晃来晃去 觉得他讨厌 才想整整他而已 是他自己没站稳 还把千燕拉下了水 主动来蹭游艇的人 怎么可能不会游泳 我看他就是装的 而且蓝亚针 你敢说说我为什么推你吗 蓝亚针这才想起 自己之前得意忘形时说过的话 一时间他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他看着身后的千燕眼前一亮 刚刚穿越的千燕 就遭遇到了白莲花的暗算 女人先是将千燕拉下水 差点淹死 现在见自己理亏 又说自己落水受惊失忆了 同时他甩锅给千燕 问千燕有没有听见两人之前的对话 千燕确实没有听清 两人为何争吵 但他怎么会看不透白莲花的这种小伎俩 他走到了蓝亚针的面前 我刚过去就被你拉下水了 哪里听得清你们在说什么 但我记得他推你之前 你的表情看起来可是很得意的 另一个女人顿时冲过来 揭穿了当时的对话 原来一直在搞事情的是蓝亚针 他明知道女人喜欢顾金奎 却故意在女人的面前炫耀 顾金奎是他的舔狗备胎 这才导致了女人一怒之下把他推下了海 千燕故作惊讶地看着蓝亚针 平时你收我哥哥的礼物 还总请他帮忙 我还以为你们是互相有好感 没想到 你竟然把我哥哥当作了提款机啊 周围一起同行的人顿时一阵唏嘘 看着柔柔弱弱的蓝亚针 原来是这种货色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还以为他是受害者 没想到竟然是个新机女 蓝亚针顿时就慌了 我不是这样的 你们别瞎说 此时顾金奎很是受伤 但他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 亚针 燕燕说的是真的吗 我不相信 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这时蓝亚针才发现 顾金奎好像并不相信他妹妹说的话 既然他这样在意自己 自己想要挽回还不是轻而易举吗 想到这里 蓝亚针一头扎进了顾金奎的怀中 哭得那招一个伤心 顾大哥 我知道千燕是想让我离开你 所以才和别人一起污蔑我 我不怪他 可顾大哥 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被蓝亚针迷失了心智的顾金奎 一脸愤怒地看着千燕 你身为顾家的孩子 怎么能做这种污蔑别人败坏门风的事 你马上给亚针赔礼道歉 刚穿越到新世界的千燕就遭遇了白莲花的暗算 蓝亚针先是把千燕拉下水 差点淹死 他现在又说千燕污蔑自己 要让千燕给自己道歉 他一脸伤心地推开顾金奎 你妹妹总是这样针对我 我以后都不敢再见你了 我还是离开吧 拥有住脑子的顾金奎马上就慌了 亚针 你要我怎么做你才会留在我身边 蓝亚针委屈巴巴地说道 只要你妹妹给我道歉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计较的 他想要让顾金奎当众为他责怪千燕 那样才能彰显他蓝亚针的地位 这让顾金奎有些左右为难 在亲妹妹和白莲花之间衡量起来 然后下一秒他就做出了决定 好吧 我让千燕道歉 他正义凛然地冲到了千燕的面前 你身为顾家的孩子 怎么能做出这种污蔑别人败坏门风的事 现在 你马上去给蓝亚针赔罪 千燕都被这个猪脑子哥哥气笑了 他把我拉下水 这件事还没调查明白 你又凭什么认定是我污蔑他 别把顾家搬出来压我 你以为这样就能掩盖你被爱冲昏头脑的事实 顾金奎的脸色有些难看 你怎么能这么和你自己的哥哥说话 千燕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原来你还记得我是你妹妹 下一秒 她的脸上已是怒气冲天 在我掉进海里的时候 你选择先去救蓝亚针 当时你怎么没想到我是你的亲妹妹 顾金奎此时已经面红耳赤 但心虚的她发现自己竟然无言以对 现在你为了让我给这个贱人道歉 就在我面前摆出了哥哥的身份 你这个哥哥怎么当得这么容易 顾金奎此时的内心羞愧难当 叶叶是她唯一的亲人 就在刚刚差点把命都丢了 自己对她确实是太过分了 蓝亚针突然发现局势不对劲 顾大哥 难道你想让我走吗 只见千燕一把将顾金奎拉到自己身后 你放心 蓝亚针怎么舍得离开你 她这些以退为进的戏 我早就看透了 千燕死死地盯着蓝亚针的眼睛 我真的很好奇 今天我要是不道歉 你要怎么收场 刚穿越的千燕就遭遇了白莲花的暗算 现在又要求千燕给她道歉 否则 她就要离开千燕的哥哥 只见千燕一把将顾金奎拉到了自己的身后 你放心 蓝亚针怎么舍得离开你这个人傻钱多的大备胎 每次我们兄妹都是因为你闹矛盾 而你每次都假装愧疚 还说要和我哥保持距离 可你还不是天天都跟在她的身边 现在竟然怂恿她逼着自己的亲妹妹给你道歉 我真的很好奇 今天我要是不道歉 你要怎么收场 被揭穿的蓝亚针恼羞成怒 以前是我大赌 不想和你计较 也不想让顾大哥为难 这次如果你不道歉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千燕顿时为她拍手叫好 很好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绝对不可能跟你道歉 船靠岸 你就可以离开了 船上的人都帮我做个见证 蓝亚针下了船 就再也不会出现在我哥哥的面前 周围的人纷纷响应 我们都帮你看着她 蓝亚针 你别磨蹭了 你到底走不走给个准信 每次有你在这里都会弄得乌烟瘴气 蓝亚针此时真是进退两难 心想千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会道 自己要是这次离开 以后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回头 她好不容易才混进这个名流圈 不想就这样被踢出去 接下来 蓝亚针的操作让人大跌眼镜 她对着千燕说道 对不起千燕 我只是刚才差点丢了性命 才会这么过激 此时 远主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 也看到了这一幕 没想到 我还能亲眼看到蓝亚针如此吃便 真是太解气了 这时 顾金奎护住了一脸委屈的蓝亚针 燕燕 亚针都道歉了 你就不要咄咄逼人了 而千燕早已懒得理会这个手下败将 转身向船舱的方向走去 你心疼就自己去安慰吧 可能是有些招凉的原因 千燕打了个喷嚏 心想 这具身体的体质不太行呀 这时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的身后响起 你招凉了 需要赶快吃药才行 千燕回头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问了一句你是谁 男人也在认真打量着眼前的千燕 你好 我叫林尚怀 这个医生不太正经 作为骨客医生的她竟然随身携带着感冒药 男人告诉千燕不要紧张 自己并不是要骚扰她 自己作为医生 只是想给千燕送个药 看着男人脸上满满的暖意 千燕愣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 对面这个男人会让她想起一个人 曾经也有这样一个男人对自己关怀备至 那就是上个世界的小神医荀子怀 面对男人的好意 千燕没有拒绝 她伸手接下了那盒药 只见两只手在空中触碰在一起 下一秒 这个男人竟然张红了脸 男人一正 不就是碰了一下手吗 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 千燕笑着对男人表示了感谢 小圆球很好奇 她的宿主在看到男人时想到了谁 男人连忙掩饰自己的尴尬 告诉女孩要按时吃药 然后转身逃离了现场 千燕看着林尚怀的背影正正出神 一定是自己想多了 不可能是那个男人 第二天因为落水的事情 让众人提前结束了这次游玩 短短的几天 不是落水就是报警 他们纷纷抱怨 真是一点兴致都没有 下次游玩 要是真的还有蓝雅真 他们可不会再来了 顾金奎拉着皮箱跟在蓝雅真的身后 雅真 你别理会那些人的话 下回我还会带着你出来玩的 现在 我先送你回家 蓝雅真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我还是不麻烦顾大哥了 要不然千燕又该生气了 我知道千燕是娇滴滴的大小姐 我一个穷丫头入不了她的眼 反正也没人护着我 下次我还是会被羞辱 听到这话的顾金奎顿是满脸歉意 她拉起蓝雅真的手 雅真 你别这样想 顾大哥知道你受委屈了 但你别担心 下次我一定会 这时 千燕突然出现在两人的身后 下一次 哥哥 你一定会怎么样 顾金奎被吓了一跳 她连忙解释自己是小说 下次不会让两人产生误会 见千燕满脸的怒气 顾金奎留下了冷汗 对不起燕燕 这段时间是我忽略了你 哥哥保证以后会多陪你 你永远都是哥哥的小公主 千燕问圆球 这话你信吗 圆球认真地分析了一番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千燕让顾金奎别废话 有什么话就直说 原来顾金奎是想送蓝雅真回家 但她怕千燕不答应 燕燕 我送她回家 你不会介意吧 这个白莲花有多能作 上一秒说她病了 下一秒她就狠狠地咳嗽了起来 然后一脸委屈的模样看着顾金奎 其实我一个人也没关系的 只是害顾大哥担心我就不好了 千燕真是被这两个人给打败了 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演啊 反正这个恋爱脑的顾金奎已经没救了 那正好跟她提点要求 千燕回头看着两人 我可以让你去送蓝雅真 但我有个条件 你要尽快让我进故事集团实习 顾金奎一愣 不行 你还在高中上学 怎么能耽误学业 千燕早就想好了说辞 以我的成绩肯定可以保送 到时我会专心学习管理公司 我这样也是想替哥哥分担重任呀 你要是不答应也没关系 那就让蓝雅真走回去吧 顾金奎假装严肃起来 既然不会影响你的学业 那就去吧 然后 转头看向了蓝雅真 上车吧雅真 现在我可以送你回去了 蓝雅真在心里窃喜 多亏昨天自己闹了一场 要不然 千燕今天不会这么好说话 没想到这时 千燕直接无情地关上了门 两个人尴尬地站在车外 被戏耍的蓝雅真大喊 千燕你要干什么 顾金奎更是火大 刚才你不是答应我送雅真回去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千燕则是非常的淡定 我只是说让你送蓝雅真回去 可没说要和你坐同一辆车 接着 他对着两人露出了一个单纯的笑 这样你们不就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了吗 我这可都是为了哥哥 听到这些的顾金奎忽然就不生气了 千燕 你是在帮我 但是蓝雅真却不干了 千燕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从这里到打车点要走十几公里 太阳还这么晒 千燕盯着女孩的眼睛 怎么 你不愿意和我哥哥都待一会儿吗 只想着享受 被揭穿了内心想法的蓝雅真连忙解释 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们还有好多行李要拿 虽然你们还不是情侣 但我哥早就想给你展示一下男友力了 随后 他吩咐司机开车走人 这句话真是说到了顾金奎的心里 没事的雅真 东西都交给我 没问题 我们慢慢走就好了 蓝雅真差点被气死 系统不明白千燕为什么要去公司实习 他没有回答系统的问题 虽然原主并没有许下这个愿望 但集团是小顾父母的心血 就这样被顾金奎败光实在是太可惜了 而且根据记忆的时间 再过不久 顾氏集团就要出事了 这个每天抱着两个娃娃 到处骗小姑娘的男孩叫古玉 这天 他在学校的门口 又看到了一个漂亮女孩 于是 他马上前去搭讪 被搭讪的正式签验 此时 他刚在学校办理完了保送大学的手续 孔玉连忙追了上去 美女 你别急着走呀 这时 一只手抓住了他 孔玉已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竟敢当街调戏女孩 快去给人家道歉 孔玉看清了来人 顿时流下了冷汗 表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误会了 我只是在搭讪而已 不信你我那个女孩 千雁和男人四目相对 同时说了一句是你 孔玉顿时一脸开心 原来你们两人认识啊 我怀哥果然是顶尖的骨客专家 认识的人就是多 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美女你就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呗 而千雁则是对这个骨客专家比较感兴趣 因为他知道 哥哥顾金奎的腿就快要折了 兴许这个骨客专家能帮上忙 想到这里 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孔玉以为他要给自己联系方式 没想到 女孩走到了自己的表哥面前 想要和自己的表哥交个朋友 而他的表哥也是一脸的求之不得 孔玉的心态瞬间崩了 这是被无视了吗 转眼已是一个月之后 这一个月 千雁已经将故事集团的全部业务资料翻了个遍 公司的情况他了如指掌 今天是故事集团的重要日子 财力雄厚的百胜集团要来投资他们的产品 就在这时 南雅真的电话打了进来 顾金奎想着 正好叫他晚上和自己一起去吃饭 却听到了电话那边交集的声音 顾大哥 你能陪我去找象征吗 他好几天没来学校了 听到这句话的顾金奎脸色变了 你怎么还和象征有联系 圆球马上跳了出来 给千雁讲清楚了来龙去脉 原来 兰雅真一直暗恋象征 也就是说 被顾金奎捧在手心的女神 竟然是别人的舔狗 顾金奎顿时就怒了 雅真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那个狗男人 这个女人有多不要脸 他竟然让顾金奎陪他去找他喜欢的男人 作为万年老胚胎的顾金奎也忍不住怒了 兰雅真这时才反应过来 万一顾金奎吃醋不肯帮自己找人怎么办 于是 他马上用充满委屈的语气说道 你既然凶我 我只是把书落在他家里了 既然你不愿意陪我去 那我只能自己去和他单独见面了 顾金奎听到这话之后满脸焦急 对不起雅真 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意思 你别哭 顾大哥这就过去陪你 这时 千燕提醒顾金奎 公司的重要会谈马上就要开始了 顾金奎此时已经管不了这么多 那就改期 什么事都没有我的雅真重要 刚进门的百胜集团代表正好听到了这句话 顾老板 你要去哪 你这是不打算和我们谈合作了 顾金奎像疯了一样 抱歉陈总 我有急事先走了 下次一定亲自登门道歉 陈总彻底怒了 助理也只能劝陈总不要生气 我们公司真的很重视这次合作 这时 千燕喊住了想要离开的陈总 陈总等一等 这次合作对我们双方都很重要 您就这样回去怕是也不好交差 我是顾金奎的亲妹妹 也算是顾氏集团的老板之一 我先替我哥哥向您道歉 您要不介意的话可以跟我谈合作 千燕此时在心中打定了主意 既然你顾金奎不顾大局执意要走 就不要怪我趁机拉拢人心 另一边 顾金奎在象征楼下找到了兰雅珍 兰雅珍看着这个前狗很是开心 顾大哥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 顾金奎则是一脸深情地看着他 怎么会呢 只是这次拿回书之后 你能不能别再来找他了 心虚的兰雅珍连忙转移了话题 顾大哥我们还是先看看象征在不在吧 顾金奎敲响了房门 这时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但是开门的却是两个标形大汉 他们看着兰雅珍露出了一个坏笑 哎呦 回来个小美女 这个秃驴是个老色鬼 本来他们是来找象征要账的 但当他看到主动送上门的兰雅珍 顿时的两眼放光 你这么关心象征 一定是他的女朋友吧 这小妞也有几分姿色 既然抓不到象征 那不如就抓了他的女朋友来顶仗吧 兰雅珍连忙躲到了顾金奎的身后 顾金奎怎么能让兰雅珍受欺负 他伸手拦住了两人 而两个混混却露出了争鸣的笑容 下一秒 两人已经朝着兰雅珍冲了过来 小子赶紧让开 然而顾金奎不仅没有让路 他还动手打了混混头目 被打的混混头目暴怒而起 抬起大飞脚就踢在了顾金奎的身上 手无腹肌之力的顾金奎直接被踢飞了 他顺着楼梯一直滚到了楼下 摔断了腿 最后满身伤痕的顾金奎昏死了过去 一旁的兰雅珍彻底被吓傻了 另一边的顾氏集团总部 千燕和陈总已经签好了合同 这次的合作谈得很愉快 公司里的人对千燕也是很佩服 如果这次没有千燕 那这个大单子怕是就丢了 这时 兰雅珍的电话打了进来 千燕 你快来医院吧 你哥哥出事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千燕 马上赶到了医院 医院里 兰雅珍正和另一个男人 坐在手术室外 看到千燕 他心里一阵的慌乱 他怕千燕会责怪自己 而千燕则是一脸淡然的看着他 我哥怎么样了 只见兰雅珍浑身颤抖的哭了出来 顾大哥刚做完手术 医生还在给他做检查 随后 他仿佛伤心欲绝地捂着自己的脸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千燕冷眼地看着面前的兰雅珍 收起你这一套 你以为你哭两声 我就不会追究你的责任 这时 一旁的象征站了起来 是你哥自愿挡在了雅珍的面前 现在他被打了 能怪谁啊 说着 他拉起了兰雅珍的手 要是没事的话 我们就先回去了 千燕笑了 原来兰雅珍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个孬种 被骂孬种的象征怒了 你再说一次试试 千燕马上满足了他这个无理的要求 你就是孬种 你欠债就只会懂 听到我要追究责任就马上想要跑 还有比你更怂的吗 本就是不良少年的象征 怎能忍受一个小姑娘这样辱骂自己 说着 他抬手冲向了千燕 男人一个耳光狠狠地抽向了千燕 而千燕只是一个简单的抬手就挡住了男人的进攻 下一秒 象征已经被打倒在地 千燕毫不留情地一脚踹在了他的腿上 而象征则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顾千燕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千燕俯视着地上的两人 象征 你还要打吗 此时象征心里害怕极了 但嘴上却说着好男不和女斗 听到这话的千燕笑得很开心 你每次输给别人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吗 象征被气得咬牙切齿 南雅真看到自己的心上人被欺负也极了 千燕 你别太过分了 象征只是一时大意才会被你偷袭 连那两个讨债的壮汉都被他打倒了 他比你可厉害多了 象征现在可是顾大哥的救命恩人 你最好对他客气一点 否则 这事要是传出去 别人该说你们顾家汪恩负义了 千燕真的被这个人的无耻打败了 竟然这样偷换概念 他盯着南雅真的眼睛喊道 要不是象征招惹了讨债的人 我哥会受伤吗 还有你南雅真 我哥可是为了救你才摔下楼梯的 现在他还在昏迷不醒 而你却在这里指责他的妹妹 还想给我顾家泼脏水 而南雅真并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顾千燕 你别胡说 顾大哥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 将来我会加倍的补偿给他 只见千燕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缴费单 你去把我哥这一万多的医药费交了吧 也不多 南雅真很是尴尬的看着千燕 你故意为难我 你明知道我家里没有钱 这时千燕给他出了个好主意 你可以找向珍帮忙 毕竟你们关系这么好 他一定愿意帮你的 南雅真一脸期待地看向向珍 下一秒 他就被向珍狠狠地推了出去 并表明这事和他没关系 南雅真这次彻底傻了 向珍 你什么意思 女人上一秒还和男人你浓我浓 下一秒 就被男人狠狠地推了出去 他恶狠狠地指着南雅真 顾金奎是你带来我家的 他出事你要负全责 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 然而 向珍完全不领情 他认为这都是南雅真自愿的 说完这些 向珍转身就走了 这时 医生走了出来 他看着千燕叹了口气 你哥哥的右腿有可能要变成残废了 病房里昏迷的顾金奎右腿被捆成了粽子 千燕知道 园主的愿望是想让顾金奎不要变成残废 于是 他掏出了手机拨通了林尚怀的电话 得知这一情况的林尚怀 马上帮千燕安排好了转院手续 三天之后 顾金奎终于醒了过来 他腿上的手术很成功 这时 顾氏集团的董事会派代表过来看望顾金奎 几人一脸关心地走进了病房 突然 蓝雅真出现在了几人身后 还非常无理地从中间挤了过来 嘴里喊着顾大哥 弄得董事会的几人一阵地尴尬 千燕看着蓝雅真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找来 蓝雅真抱着顾金奎的胳膊 我总算找到你了 这几天我担心你连饭都吃不下 听到这话的顾金奎开心极了 雅真 你终于来看我了 上次你没有受伤吧 蓝雅真马上装作委屈的样子 蓝雅真 其实我早就想来看你 只是千燕 他说到了这里 故意停了下来 算了 没什么的 一般绿茶说没事的时候 就是要开始告状了 顾金奎认为 一定是千燕欺负了蓝雅真 他顿时满脸的怒气 蓝雅真回头看着千燕 我说出来你千万别怪他 毕竟是我害你受伤 他只不过是管我要了医药费 还瞒着我给你转了院 于是顾金奎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千燕 千燕 这件事怎么能怪雅真呢 你怎么能这样欺负他 这个坏女人找到顾金奎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告千燕的状 告完状的他一脸得意地看着千燕 既然你挑拨我和向征的关系 那我就让你们兄妹的关系也鸡飞狗跳 千燕被他这个愚蠢的行为都给气笑了 蓝雅真 你不用阴阳怪气地说我在背后针对你 我顾千燕要对付一个人 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 你看好 说着 千燕拨通了电话 叫两个保镖进来 把蓝雅真给我扔出去 蓝雅真懵了 千燕怎么敢当着顾金奎的面这样对自己 只见两个秃头保镖推门进来 蓝雅真都被吓哭了 他紧紧地抓着顾金奎的手 顾大哥 我害怕 顾金奎也是一阵的慌乱 然而保镖非常静止地把蓝雅真拉了出去 千燕则是任由两人叫喊 也置之不理 顾金奎真的急了 他竟然不顾腿上的伤想要下床去追 众人顿时劝阻他不要下床 千燕这是真的怒了 你要是不想要你这条右腿 你就去追吧 我看你变成瘸子之后 蓝雅真还会不会要你 听到这句话 顾金奎愣了 好像说的有些道理 随后 他便对着千燕大喊 顾千燕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对雅真做什么 我就没有你这个妹妹 千燕瘫了瘫手 你放心 他就在走廊里待着 董事会的人来看望你 难免会谈到公司的事情 我只是把外人请出去而已 顾金奎知道 千燕只是拿董事会当借口 他一脸的不悦 你们赶紧出去 把雅真换回来 董事会的几人真的生气了 他们也是公司的股东 自己好心好意来看望他 他顾金奎怎么可以这样无理 一旁的千燕 看着顾金奎的样子笑了 这个顾金奎为了蓝雅真 还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既然这样 就不要怪自己心狠手黑了 哥哥 你怎么能这样呢 董事们都是跟着爸妈的元老 你怎么能这样赶他们出去 难道在你的心里 整个顾事集团都比不上蓝雅真吗 这个男人是个疯子 他为了一个坏女人 得罪了面前的董事会元老 此时 这些人不打算再惯着他 顾金奎 你为了一个女人 就不管公司的死活 现在 公司的股票已经在一路下跌 整个行业里都听说 你为了一个女人 而放弃了一笔大单子 董事会已经忍你很久了 顾金奎 你已经妨碍了集团的发展 依我看 是时候给顾事换一个总裁了 这可把顾金奎给吓坏了 顾事集团是我爸妈的心血 我绝对不能把它交给别人 他突然用祈求的眼神看着众人 我错了 刚才我只是一时冲动 请各位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可各位董事却不愿再给他机会 就在这时 千燕站了出来 大家都是为了顾事好 那不如就各退一步 这段时间让我哥好好反省 在他出院之前 集团可以暂时找一个代理总裁 顾金奎表示 不会有人愿意当短期的代理总裁的 董事们听完千燕的话眼前一亮 千燕小姐不就是最好的人选吗 自从千燕保住了和百胜集团的合作之后 公司上下都对他很失认可 虽然他的年龄不大 但他却稳重可靠 顾金奎心里一阵惊慌 什么时候千燕这么得人心了 千燕笑了 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 那从现在开始我就接管故事 画面一转 林尚怀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吃着午饭 在他身旁的孔玉突然抢过他手中的勺子 我说表哥 我辛苦给你送饭 你就这样糟蹋 你连吃饭都在走神 怕不是在想那个千燕小美女吧 林尚怀顿时一阵的心虚 孔玉则是不依不饶 原来你都不轻易接诊 可顾千燕他哥的事你却忙前忙后的 你这老铁树开花可瞒不过我的眼睛 林尚怀一把将孔玉推到一边 我这是医者人心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这时 千燕的电话打了进来 林尚怀激动的马上站了起来 孔玉看到这一幕笑坏了 还说对人家没有意思 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子 电话里 千燕说为了感谢林尚怀想要请他吃饭 他表示自己现在就有时间 然后就一脸开心的打算去赴约了 突然 一个手持匕首的人出现在他身后 林尚怀 你终于出现了 男人像往常一样走进电梯 但他却没有发现 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 想到一会儿要去见自己心仪的女孩 他心中就无比的兴奋 男人整理着自己的头发 心想 自己该不该喷点香水什么的 这时 电梯门打开 没想到 千燕正好出现在他的眼前 两人边走边聊着要去吃点什么 但男人没看到 身后一个人正鬼鬼祟祟的跟着他 突然 两人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大吼 林尚怀 你去死吧 我儿子就是因为没挂到你的号 才落下了现在的残疾 我要让你赔命 林尚怀顿时流下了冷汗 他马上将千燕护在自己身后 但下一秒 千燕却揽住了他的腰 并且非常淡定地说了一句 让我来 随后 在林尚怀充满震惊的眼神中 千燕一个大飞脚就踢在了歹徒的身上 歹徒手中的刀瞬间被踢飞 整个人也倒在了地上 听见异常的保安迅速跑过来制服了歹徒 千燕看着自己怀里瑟瑟发抖的林尚怀 问道 林医生 你没事吧 林尚怀这才从惊吓中反应过来 心想 这顾千燕也太帅了吧 一场危机就这样被千燕轻易地化解 三天后 千燕来到了他所在的学校 校长给作为保送生的千燕打来了电话 他让千燕一会儿务必要上台讲两句 千燕一边应付着校长 一边朝学校走去 突然 他发现兰雅珍也在学校 兰雅珍也看到了千燕 而且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千燕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兰雅珍今天怎么没去医院 只见兰雅珍带着虚伪的笑容走到千燕面前 千燕 顾大哥的身体怎么样 他没好气地呵斥着兰雅珍 你不要明知顾问 兰雅珍心中一喜 他就知道 千燕不会给自己好脸色 女孩刚回到学校 就遇到了白莲花 兰雅珍马上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千燕 没想到你现在架子竟然这么大 你费尽心机当上了顾总 当然要耍威风了 千燕本不想搭理这个女人 可她竟然蹬鼻子上脸 千燕回头冷冷地看着兰雅珍 你说什么 兰雅珍则是继续着她的表演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你之前主动提出停课 去顾氏实习 不就是想上位吗 但我没想到你会趁着顾大哥生病 就逼着他让出董事的位置 他以前对你那么好 我真为他感到不值 周围的吃瓜群众听到兰雅珍的话 顿时的议论纷纷 我去 原来顾氏换总裁还有这种内幕 万万没想到 千燕这么有手段 为了权力 连亲情都不要了吗 兰雅珍的内心得意极了 滕兰学院基本上都是豪门子弟 等他们把顾千燕这个谣言带回家 我看他还能不能坐稳总裁的位置 但没想到千燕笑了 而兰雅珍看到千燕的笑有些慌 你笑什么 千燕原本是不想理这个兰雅珍的 现在看来 自己一天不收拾他 他就浑身难受 你派保镖监视顾大哥 不让他见人 这是事实 千燕摇了摇头 那不叫监视 那些保镖是用来替我哥挡灾的 我哥是因为你才受伤 做完手术又因为你强闯病房再次摔下了床 这时 一个正义的同学站了出来 千燕没有说谎 前几天我爸爸还去看过顾大哥 围观的同学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差点被这个披着羊皮的白眼狼给蒙骗了 原来 是兰雅珍故意给千燕泼脏水 但兰雅珍的脸皮也是出奇的厚 自己的阴谋被拆穿 他还死不承认 甚至还扮演起了弱势群体 他冲到千燕的面前 顾千燕 我关心顾大哥有错吗 这个女人的脸皮到底有多厚 明明自己的阴谋被拆穿 还是死不承认 甚至还扮演起了弱势群体 你为什么要处处让我难看 就因为顾大哥对我好 你就嫉妒吗 这时系统圆球都被兰雅珍的操作惊呆了 这个人是有被害妄想症吗 怎么还越演越上瘾了 可是千燕才不会惯着他 兰雅珍 你这都是自作自受 但你也不用太在意同学们的眼光 因为你很快就要离开这所高中了 兰雅珍似乎是找到了新的反击点 他带着哭腔大声喊着 大家快来看 千燕他竟然拿学业威胁我 他想把我赶走 可是被指责的千燕丝毫不慌 他反问 兰雅珍 我记得你入学前和学校签了协议 成绩要保持在年纪前十 才能被免除学费吧 你上个月第十的成绩就很危险 这个月你又不好好学习 每天到处使坏 你的成绩肯定还会下降 你说还用得着我赶紧走吗 但我看你根本不担心自己成绩下滑 因为 你觉得我哥这个冤大头会帮你付这20万的学费 对吗 今天这瓜吃的太爽了 兰雅珍又坏又捞也太瞎头了吧 听到别人这么说自己 兰雅珍急了 你们别听顾千燕瞎说 我的成绩考进前十绝对没问题 兰雅珍 你最好说话算话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兰雅珍同学这个月的排名吧 兰雅珍突然自信起来 我一定在月榜前十 千燕则是劝他不要高兴的太早 当同学们打开月榜 兰雅珍看到第三名时突然大喊 你们快看 我在第三名的位置 他一脸得意地看着千燕 顾千燕 你看好了 我拿了第三名 你还有什么话说 只见千燕一脸疑惑地说道 兰雅珍 你什么时候改名叫兰雅梦了 听到这句话的兰雅珍连忙回头看 这一下他懵了 一定是学校打错名字了 接着 千燕的话彻底浇灭了他的幻想 兰雅珍三个字不是在这儿吗 原来你是第三十七名呀 兰雅珍看着排名上自己的名字傻眼了 千燕笑着掏出自己的手机 你去收拾东西吧 我今天心情非常好 可以叫司机帮你把行李送回家 兰雅珍又一次泪洒操场 他一边哭一边向外跑 一边喊着你们好伙欺负我 摔断了腿的顾金奎终于出院了 回到公司的顾金奎一身轻松 他马上召开了一场隆重的董事会 千燕主动将代理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顾金奎 既然哥哥回来了 这次会议就由哥哥主持吧 说着 千燕把麦克风交给了顾金奎 顾金奎人模狗样的坐在了董事长的位置上 各位董事放心 我今后一定会认真对待公司的事务 不会再让大家失望 但会议刚开始 他的手机就响了 顾金奎看着会议桌子上正在振动的手机 来电显示是兰雅珍 千燕知道一定是雅珍打来的 因为今天是他交学费的最后期限 他就知道兰雅珍一定会来找顾金奎 会议室里的高层们也猜到了 一定是小狐狸精打来的电话 这让他们一阵的无语 可是看着兰雅珍一连好几个电话打进来 顾金奎终于坐不住了 高层们在看到顾金奎的动作后很是失望 那个女孩真的比公司的前途还要重要吗 他直接拿着手机走出了会议室 甚至忘记了他身上的麦克风还连接着会议室的音响 兰雅珍带着哭腔的声音被所有人听到 顾大哥 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我真的好害怕 听到这话的顾金奎慌了 兰雅珍那边可是哭得十分伤心 顾大哥 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腾栏高中继续读下去了 我的期末成绩不符合尖子生 学校说我没有资格再享受尖子生的待遇 都是我不好 一心牵挂你就荒废了学业 顾金奎满脸的愧疚 雅珍 你不要担心 这都怪我 要不是我出事也不会耽误到你 你安心回家 我会帮你把学费交上 正在开董事会的顾金奎接到了小白莲的电话 但走出会议室的顾金奎却忘了关掉麦克风 结果 这次通话就成了会议室的现场直播 兰雅珍告诉顾金奎 这件事你千万不要跟千燕说 还说是不想让千燕因为他和顾金奎吵架 回到会议室的顾金奎感到气氛不对 我刚刚接到了合作商的电话 合作聊得很顺利 我们继续开会吧 一鸣暴脾气的高层直接拍案而起 顾金奎 你骗鬼呢 你的麦克风都没关 我们都听到了 顾金奎慌了 千燕感觉时机到了 他缓缓站了起来 各位董事 你们觉得换一个人来做董事长怎么样 经过我这几个月的观察 我认为顾金奎很不适合坐在这个位置 顾氏是我父母和你们半生的心血 我不想看到他就此衰败 顾金奎大怒 顾千燕 你为了当总裁 连哥哥都不要了吗 千燕也毫不示弱 你顾金奎有什么资格和我谈亲情 之前你为了莱雅珍差点害我淹死 现在又糟蹋爸妈留下的公司 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 根本就不配继承顾家的一切 顾金奎顿时被怼得哑口无言 他一时愣在了原地 此时 公司的高层们也怒了 今天我话就说到这里 如果顾金奎还是顾氏的总裁 那我立马辞职并撤股 千燕马上安抚众位 各位稍安勿躁 你们手上都有公司的股份 你们有权利来决定谁做公司的董事 不如我们就举手表决吧 不等千燕再说什么 众人已经纷纷举手 表示支持千燕来做董事长 千燕一脸笑意地看着顾金奎 在你的眼里 公司没有蓝雅珍重要 你不当总裁 还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这更符合你想要的生活 千燕摘下了顾金奎身上的话筒 以后公司的大型会议都有我亲自主持 从今天起 我就是顾氏唯一的掌门人 女孩刚让舔狗杜金奎帮自己交了20万的学费 然后马上就想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心上人 她一脸兴奋地敲响了象征家的房门 一大早就被敲门声惊醒的象征懒洋洋地打开门 看见蓝雅珍 她有点意外 你怎么来了 女孩一脸开心地看向象征 象征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说到这里 她突然飞扑到象征的怀里 学费的事情都解决了 我终于能留在藤兰高中陪你了 象征顿时被吓得大惊失色 你干什么 条件摆设之下 她一把退开了怀里的女孩 嘴里大喊着 走开 别靠近我 蓝雅珍真的很委屈 象征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而象征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衣服 就像嫌弃被她碰过一样 她朝着蓝雅珍大喊 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你和顾千燕吵完架之后 全校都知道你是新居女 说着 象征就要把门给关上 还说不想和女孩扯上关系 蓝雅珍死死地抓住房门 我是为了你才想留在藤兰 我对你这样掏心掏肺 甚至把奖学金都给了你 你凭什么因为千燕的几句话就疏远我 象征也被蓝雅珍闹得烦了 你跑到这里闹什么 你整天这样黏着我 真是烦死了 我今天就实话告诉你 我最多是把你当妹妹 虽然我和顾千燕有过节 但她那种聪明漂亮的附加千金 才是我的理想型 听到这话的女孩被气得瑟瑟发抖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张欣欲觉得蓝雅珍说完这句话 头也不回地向楼下跑去 此时 在乡真家附近 千燕的车正停在这里 这里有故事集团的子公司 我知道对于董事长一事你很不服气 但现在大家对你都有怨气 我只能暂时替你掌管公司 这家公司交给你打理 等你做出成绩 我再把你调回总部 听了千燕画的大笔之后 顾京奎笑了 但这段过渡期有多长 还要看你自己的表现 就在这时 从象征家出来的蓝雅珍 正好走到了这里 看到千燕之后 她气得咬牙切齿 顾千燕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千燕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你为什么会在象征的楼下 你是来勾引象征的对不对 你到底要抢走我多少东西 面对满脸愤怒的蓝雅珍 千燕都懒得去看她一眼 你说我和你抢象征 我对回收垃圾不感兴趣 更不需要向你解释什么 而且 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应该是你吧 此时 坐在车里的顾京奎 再也忍不住了 她一把推开了车门 蓝雅珍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没有约我也就算了 你反而跑来这里找象征 看见顾京奎的蓝雅珍 顿时就懵了 她一脸慌乱地向顾京奎解释着 顾大哥 你误会了 我是来让象征给我补习物理的 这时 千燕来到蓝雅珍的身旁 上次你说去象征家拿书 这次你又说去找他补习 你总是有借口来找象征 可如果不是缺钱的时候 却从来不会找我哥 你这一身的大牌首饰 都是我哥送的吧 明明随便卖掉一样 就能凑齐学费 可你偏偏让我哥 去给你垫付学费 千燕看着满脸黑线的顾京奎 哥哥 你醒醒吧 你对他来说只是一台提款机罢了 顾京奎是真的被戳到了痛处 他满脸愤怒地质问蓝雅珍 你接近我真的是图我的钱吗 想到自己如果承认的话 那以后就再也不能从顾京奎这里 拉到好处了 蓝雅珍决定无论如何 要先稳住顾京奎 下一秒 他就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我以为顾大哥认识校长 让我留下只是他一句话的事 没想到他会替我垫付学费 还有这些手势 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不知道他们这么贵重 一边说 他一边把手势摘了下来 并将这些手势塞到了顾京奎的手中 顾大哥 这些我都还给你 还有学费 你也退掉吧 我不想因为这些东西被别人说成贪慕虚荣的人 顾京奎顿时觉得 自己和千燕冤枉了蓝雅珍 他一脸的愧疚 雅珍 是我错怪你了 蓝雅珍心里很是得意 这个傻子是当真好骗 这时 千燕倒在了顾京奎的身前 既然蓝雅珍你这么轻高 哥哥 你不让他还钱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就是在变相地侮辱他 雅珍 既然你看不上这些充满铜臭味的东西 那我就不硬塞给你了 说着 他将手中的手势塞进了口袋里 学费退不了没关系 但我有办法 雅珍 你给我打个欠条 然后再把学费分析给我 蓝雅珍内心响起了一声炸雷 千燕这个贱人 到底给顾京奎出了什么肃主意 顾京奎手里拿着借条 一脸疑惑地看着千燕 让雅珍打欠条 真的能体现对他的尊重吗 我怎么觉得他对我更裸淡了 千燕没有正面回答他这愚蠢的问题 他提醒顾京奎 出来聊公事的时候就不要提蓝雅珍 就在这时 穿着工作服的蓝雅珍出现在两人身旁 请问需要点什么 顾京奎顿时又惊又喜 雅珍 你怎么在这里 他一脸激动地站了起来 你都好几天没搭理我了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蓝雅珍撩了撩自己的头发 没办法 我家里穷 还要还钱 只能在这里勤工俭学 心想着 要不是你顾京奎让我写戒条 我用得着这么辛苦吗 顾大哥你不知道 我学校和咖啡厅两边跑 都没时间和你见面了 蓝雅珍还假装咳嗽了几声 顾大哥 你看我都累病了 要是我没有欠你那么多钱就好了 顾京奎一脸的心疼 千燕怎么可能让蓝雅珍的小计谋得逞 他马上喊住了顾京奎 哥哥 你忘记了我和你说的话了吗 顾京奎一愣 他不记得千燕和自己说过什么 于是作为妹妹的千燕 马上进行了好心劝导 蓝雅珍他自尊心这么强 出来打工是想证明自己 你要是随便免了他的债务 那不就是否定了他的努力吗 顾京奎听完千燕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 只见他异常兴奋地看着蓝雅珍 雅珍 你放心吧 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 让你还清欠我的每一分钱 事实证明 把恋爱脑好好引导 也能成为神队友 蓝雅珍差点被当场气死 然而 顾京奎完全没有看出来 女孩的脸上生气了 千燕和顾京奎接着聊公司的事情 她问千燕 公司今年旅游打算怎么安排 千燕决定带大家出国去看极光 这让一旁的蓝雅珍也前一料 既然让我还学费 那我就从别的地方把本捞回来吧 这个女人听见别人要出国旅游 她也想去 心想借机蹭个旅游也不错 然后她马上就对顾京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顾大哥 你们是要出国旅游吗 我从小就听说极光特别漂亮 要是有机会我也想去见识一下 蓝雅珍心想 我都暗示得这么明显了 她肯定会和以前一样带我去玩的 果然顾京奎听完她的话就想要带她一起 千燕看着蓝雅珍很是无语 这个女人的脸皮怎么这么厚 只见千燕拿了一张旅游价目表站了起来 蓝雅珍 你想要去看极光的话也不是不行 但这个旅游团人均要两万多 你要是负担得起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报名 不过 你要是有这两万块钱 怎么没有先把钱还给我哥呢 你不会是仗着我哥喜欢你 就恶意拖欠吧 蓝雅珍都要被气死了 这个千燕又破坏自己的好事 她一脸委屈地看着顾京奎 我才没有那个意思 没钱就不能有旅游梦了吗 顾大哥 你看千燕 她又咄咄逼人了 顾京奎站到了蓝雅珍的身边 她想要去女孩撑腰 千燕才不给她这个机会 哥哥 我这可是为了她好 蓝雅珍现在已经背了一身债 要是再把钱浪费在玩乐上 会过得更辛苦的 顾京奎一想 千燕说得也有道理 然后她一脸心疼地看着蓝雅珍 雅珍 跟团旅游实在太贵了 如果你真想看极光 顾大哥可以帮你 蓝雅珍很是得意 接着 她装作很懂事的样子 顾大哥 你真的可以帮我吗 可是这样又要让你破费了 我真过意不去 顾京奎很是开心 放心吧 我知道你不想花我的钱 所以我想了别的办法 等我去旅游的时候 我给你拍极光的视频就好了 蓝雅珍当场实话 这是个什么脑残办法 蓝雅珍再也忍不住了 她将点菜单狠狠地摔在桌子上 视频网上有的是 我要是想看视频 还用得着你拍吗 说完 她转身就走 顾京奎挠了挠头 雅珍以前那么温柔 怎么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 千燕看着蓝雅珍的背影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没有金钱的满足 她很快就会卸下伪装 走在下班路上的蓝雅珍气呼呼的 每次遇到千燕就没有好事 心想下次一定要避开她 单独和顾京奎见面 就在这时 一个秃头大汗出现在她的面前 蓝雅珍 我正找你呢 女孩刚下班就遇到了仇家 还正好撞了个满怀 秃头大汗看清女孩时又惊又喜 蓝雅珍 我正找你呢 蓝雅珍顿时被吓得连连后退 而秃头则是一把抓住了 想要逃跑的女孩 乖乖跟我去见我们老大吧 要怪就怪你的毒鬼父亲 把你给卖了 此时 正在办公室里的顾京奎 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边支支吾吾的说着 我就是欠了一点赌债 他们就把我的女儿给绑走了 他们说要十亿才肯放人 而且只给我一周的时间去凑钱 我们家肯定付不出来 如果顾少爷你不给钱 我就只能让雅珍自生自灭了 说完对面就挂断了电话 顾京奎对着电话破口大骂 这个无赖 把问题抛给我就挂了 这时他又收到了一条视频 视频里的蓝雅珍 喊着顾大哥救救我 虽然顾京奎此时心急如焚 但他一下子也弄不到那么多钱 顾京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千燕 他马上来到了公司总部 千燕听完他的话一愣 你要我挪出十亿来当赎金 千燕气得拍案而起 顾京奎你是疯了吗 你知不知道拿走这笔钱 公司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可顾京奎却很是理直气壮 千燕 你不能见死不救 雅珍还在等着我 你就看在哥哥的面子上帮帮他吧 千燕一脸严肃地看着顾京奎 既然你执意要帮他 那我有条件 我要你把所有的股份转让给我 并且永远和顾世集团钻绝关系 顾京奎知道 千燕不是在开玩笑 他这是真的想要把自己赶出去 他求千燕别做得这么绝情 并保证这是自己最后一次 千燕才不会相信这个狗男人 他告诉顾京奎 只给他三秒钟的时间考虑 说着千燕开始了最后的倒数 这个男人疯了 他为了兰雅珍 竟然放弃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份 现在他拿着股份换来的十亿现金黑卡 来到了绑匪的脑巢 但是绑匪却贪得无厌 他们知道顾世集团财力雄厚 所以除了十亿的赎金之外 还要求顾京奎再跟他们好赌一场 他就知道这些人不把故事榨干 是不会收手的 于是两人只能跟着马仔上了游艇 就在这时 股科医生林尚淮喊住了两人 他说自己也是约朋友来这里消费的 正巧遇到了千燕 说着还悄悄给千燕使了个眼色 千燕马上明白林尚淮一定是来帮自己的 于是就同意他和自己一起上船 他们被马仔带到了赌场老板面前 千燕也不多说废话 钱已经带来了 现在他要求看一眼人质 赌场老板说了句没问题 随后便吩咐下去把人带出来 兰雅珍被一个马仔带了出来 此时的兰雅珍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兰雅珍被无情地扔在了地上 这可把顾京奎给心疼坏了 他跑过去把兰雅珍抱在怀里 安慰着他 兰雅珍面色痛苦地看着顾京奎 顾大哥 你带钱来救我了 对吗 快送我回家吧 我一秒都不想在这里待着了 刀哥则是一脸严肃地看着几人 那得看看这次赌牌能不能让我满意 听到这话的兰雅珍急了 顾千燕 你疯了吗 你为什么要答应和他赌钱 在别人的地盘上 你怎么可能赢得了 你是打算拿所有人的性命开玩笑吗 如果惹怒了刀哥 咱们就都完了 你想死也别拉着我垫呗 这次 就连顾京奎都无法忍受了 雅珍 你怎么会说这种话 是他们逼着我们来赌钱的 如果不是为了救你 千燕根本就不用冒这个险 我不准你再这样骂他 兰雅珍被顾京奎的话惊呆了 顾大哥 你凶哦 你以前从来不会和我发脾气的 你到底是心疼千燕 还是心疼你那几个亿的赎金 兰雅珍被顾京奎的话惊呆了 顾大哥 你凶哦 你以前从来不会和我发脾气的 你到底是心疼千燕 还是心疼你那几个亿的赎金 顾京奎也彻底爆发了 我要是舍不得钱 我就不会来救你的 兰雅珍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刻薄 一时间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千燕拿出了一颗巧克力放进嘴里 刀哥 你还是先把他们俩打晕吧 别妨碍我们玩牌 不等刀哥发话 两个马仔已经冲向了兰雅珍两人 两人瞬间就被打倒在地 房内总算安静下来 千燕把巧克力递给了林尚淮 示意他也来一颗 结果巧克力的林尚淮 毫不犹豫地吃了一粒 这果然不是普通的巧克力 看来 顾千燕早就准备好了 随后林尚淮也坐到了赌桌上 我也想试试赌牌 两位就带我一个吧 赌场的老板则是来者不拒 既然你上赶着来送钱 那我就没有理由拒绝 千燕此时的脸色突然变得无比严肃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吧